泰国的佛教徒修行的是小乘佛法 几百年来诞生了许多德道高征 高征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被后世敬仰甚至被神化 坚定做泰国人全心向佛 死至不渝的信念 上一期佛牌之迷思三 说到泰国佩戴佛牌 用来作为一种护身符的历史 已经十分悠久 也是泰国佛教文化传承 佛牌分为正牌和音牌 差异以制作的材料 是否用到音料 以至制作时所用的法门 正牌主要是泰国寺庙里高征制作 也有百亿阿珊在制作佛牌 多次采用天然材料制成 这期谈谈庄杖 庄杖顾名思义 就是给佛像神像 庄上内障 这是在佛像加持前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如果民间所说的 开光 是让佛像神灵附体 那么庄杖就是赋予佛像 加持能量的前一步 庄杖有严格的规定 是按规定进行 庄杖的物品是代表佛的身与意 对比不能出错 把金券、珠宝、法宝、五宝、五药、五谷、五香、三果 以及既详圣地之、土、石、水等 庄杖物品放入中空的佛像内 然后以密纳封口此过程称为庄杖 也许有人会说 新城这里 只要我够新城 庄不庄杖都一样 新城固然十分重要 高征大德们的心 难道不如我们新城吗 如果你家里供奉有佛像 不管你是北传佛教 还是南传佛教 若未经庄杖的佛像 还是尽快送去寺庙庄杖吧 泰国寺庙在铸造佛像期间都是先庄杖 后备空间给善信 意念庄杖以福之用 也有许多民众 浅诚供奉已久的佛像 不敢乱动 以表新城敬意 在此泄密一首 意念心经咒 咒月 以一分四十八秒 诵念此情 必心想自成